先在家待着,没有危险情况,不要出门 先在家待着 10月28日以来,海南岛出现持续性暴雨 万泉河发生流域性洪水 10月30日凌晨开始,上游牛路岭水库泄洪 万泉河水位快速上涨 下游琼海市区和123个村庄受淹 记者30日中午到达琼海市区时 降水仍在持续 从远处看,万泉河一片汪洋 公路、农田、树木、房屋浸泡在水中 横跨万泉河的佳吉大桥下 洪水已涌上低岸,不断流进城市 在市区主干道银海路 积水严重导致车辆难以通行 多艘救援橡皮艇穿梭转运受困民众 马路两旁的店铺大门紧闭 在临近万泉河的正海路 街道积水最深处已超过一米 一些汽车被淹在水中无法死离 正在等待吊车转移 有不少市民划着各式各样的小船 在街道中穿行 突如其来的积水给当地居民带来诸多不便 今年比11年前水还要大 这水从什么时候涨了来的 11点半这样吧 您这个特质是什么时候开始做的 刚开始就开始做了 早早就开始做了 所以我们也是走一步算一步 可能这样子了 该搬的东西 我们把它搬高来 盘到安全的地方 早上去上班 那里还没水 自己来就高 从那边过来涨到多高的水 这里 710的水 我们走路回来的 记者从海南省应急管理厅了解到 此轮强降雨 琼海市按照2013年和2010年最高淹水情况 安排转移民众 截至当天中午已转移7168人 30日下午 搭载着救援力量和物资的直升飞机 接连在琼海境内起降 海南省消防救援总队方面介绍 目前已从海口 三亚等多四线调派56辆消防车 292名救援人员 48艘舟艇等人员设备 跨区域池原琼海 目前 琼海城市乡村的救援转移工作 仍在有序进行 1号声 1号声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